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天 2022年斯莫克重磅赛事 新赛季三大赛第两战大师赛 即将在1月打响 4名90后入围将冲击该赛事冠军 从签表来看 赵新彤、凯伦威尔逊、迈克吉尔和利索夫斯基 首轮全部遭遇世界冠军 要想拿到开门红并不容易 在斯莫克领域 90后存在感太低 与80后五虎、75三杰这样的顶尖高手存在差距 领军人物炯哥也仅仅手握4个排名赛冠军 今年英锦赛赵新彤打出崔库拉朽的进攻 一黑到底成为首位90后三大赛冠军得主 不过在大师赛他们只能扮演陪跑者 明明后严炳涛都在今年大师赛夺冠了 90后的最佳战绩 仅仅是凯伦威尔逊打进过一次决赛 2018年7比10不敌马克艾伦功亏一篑 赵新彤将上演大师赛首秀对决西金斯 从球季、实力和名气来讲中国小将都被对手碾压 但两人最近三次交手赵新彤保持全胜 英锦赛6比5绝杀巫师后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直视捧杯 西金斯斯多是锦赛冠军 本赛季四进决赛军丢贯成就四亚王 赵新彤要想在大师赛突破首轮 必须打出单杆之胜不给对手留机会 他如爆冷静八强就有望会是严炳涛 打响中国得比 二夺排名赛冠军的麦克吉尔 对阵大满贯得主罗伯逊 澳洲火炮本赛季二进决赛拿到一贯一亚 麦克吉尔要想打破三大赛冠军荒 必须超长发挥 90后无冕之王 利索夫斯基大师赛避开头号克星 克鲁姆普被分在上半区 首轮与二杀利文侠路相逢凶多吉少 火箭大师赛13次打进决赛 好取七冠六亚 GOT送小司机 一轮游轻松愉快 赵新彤 麦克吉尔和利索夫斯基全部在上半区 下半区90后 锦凯伦威尔逊一人阵守 他的首轮对手是世界冠军兵汉姆 就将成就大满贯 但他本赛季状态不佳没有打进决赛 整个如晋级或在八强战PK克鲁姆普 半决赛前在对手试赛而比 场场都是应战 世界第五要想在大试赛 迎来突破战上冠军之巅 需要实力和运气双重加成 他能做到吗